環保意識抬頭 今年夏天你一定要知道的 海洋友善防曬品 Hello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这两年来啊 防曬品非常流行使用海洋友善成分 意思是说不添加 会伤害珊瑚生态的成分 那你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它到底跟化学性防晒 跟物理性防晒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很多人想说 海洋友善成分是使用了哪些成分吗 其实不是哦 它是不使用某些成分 目前在欧盟或者是美国 是没有特别的认证的商标 那所以有很多的地区或者是国家 像是帛琉啊 佛罗里达啊 还有一些夏威夷 甚至是今年八月份 泰国政府他也开始规定 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其实你只要注意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二本甲酮 它的英文字就是巴巴巴巴很多 反正那个字幕会显示 那二本甲酮 它其实是一个化学剂的防晒成分 它可以有效的去作用在UVA跟UVB 让你不受到这两个的伤害 这个成分蛮多防晒产品在使用 那我们台湾的卫福部其实是可以使用的 可是它只能大概添加到6%的浓度 其实只要使用一滴啊 它就会伤害奥林匹克大概6.5个用词的珊瑚哦 第二个是假养肌肉贵酸心脂 那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化学剂的防晒成分 那它其实也是当然对于UVA跟UVB的保护效果也很好 可是其实对珊瑚也是非常的不好 那我们台湾卫福部的规定是使用上线的浓度是10 那如果你是真的非常的热爱海洋 你就是这两个成分尽量不要使用 资深堂新艳阳下果冻防晒棒 今年夏天啊资深堂第一个推出 就是他们家第一支 就是海洋友善的这个果冻防晒棒 那其实资深堂在他们的这个产品上面啊 它有设计 自己有设计一个小小的logo 它其实下面有三个logo 一个是Bio Bio就是它可以生物降解 就连它的外包装 还有它的一些包材 其实都是对整个地球友善 那第二个还有就是Reuse 就是它其实是再生的 就是它是用再生的材料来制造的 另外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一个小珊瑚的样子 就是海洋友善的成分 那这个防晒棒啊 它其实是我觉得蛮可爱的 就是它其实整条 它的昵称其实是果冻棒 它就整个是你看 透明的 你看擦出来就是完全是透明的 它有一个水离子防御膜的科技 这个科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如果你夏天去海边玩 你就会碰到水 它一碰到水 它的这些防晒成分 会紧密的排列在一起 就可以帮你阻挡水分 一直不断的拍打在你的肌肤上面 让你的那个防晒剂好像会掉 它就不会非常不容易掉 第二个科技是热防御感应科技 意思是说当太阳在你的皮肤上 晒得很烈很热的时候 它的这个成分啊 也会立刻紧密的靠在一起 让你阻挡太阳的伤害 那听说他们家也蛮厉害的安耐晒 应该之后都会陆陆续续的升级 变成海洋友善的防晒品 那枯拉它其实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防晒的品牌 它的重点是它都是使用一个有机草本的成分 然后也是标榜纯素啊 零残忍啊 对地球好 对海洋也很好的一个防晒品 那这一款防晒啊 它是属于物理性的防晒 那所谓的物理性的防晒 就是它利用一些矿物的粉末 就是直接覆盖在你的皮肤上面 帮你进行保护的效果 它跟一般的防晒霜擦起来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像一般的防晒乳 你擦起来可能就是会有点油油的质感 可是它这个擦起来啊 它提出来是一种慕斯的质地 擦在你的皮肤上啊 其实是有一种柔胶的感觉 就是你的皮肤变得很粉雾很滑 如果你的皮肤本身 可能就是毛细孔比较粗大 比较有一些凹槽凹洞 或者是一些细纹 它的这个很细的这个矿物质的粉末 其实可以柔胶你的皮肤 让你的皮肤变得很滑顺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跟别人的防晒品 使用起来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海洋友善的防晒品 Stream 2C 友善海洋防晒乳 这个品牌啊 其实是来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就住在那边 而且它非常喜欢玩水上运动 听说有一次啦 就是做完活动之后 就在那个海边看 它就发现 原来很多人就是下水之前会擦防晒 擦完防晒 如果你做完那些海洋运动之后啊 你会到岸上来干嘛 冲澡 所以那些冲澡的沐浴乳啊 再擦一些乳液啊 其实最后都会流到海洋 然后呢 它就看到海洋上面 居然有一层 就是雾雾的 然后呢 然后又有点那种 经过太阳一照射 有反光一些彩虹的 彩虹的颜色 就表示说 它其实海洋里面 有好多好多的化学性的成分在里面 它才惊吓说 原来我现在去做这些海洋运动 擦的这些产品都会沉积在海洋上面 所以它就决定要来做一些产品 是对海洋生物没有害的 那我手上这一款其实是运动型的 它除了就是海洋友善的成分之外呢 它其实还可以就是抗水80分钟 就是说你下去海洋 就是去做水上运动 大概可以帮你阻挡80分钟的那个时间 让这个防晒成分 可以一直附着在你的肌肤上面 另外呢 它里面呢 其实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你知道为什么 它要做完全没有味道的防晒产品吗 因为它有做一项研究 就是其实啊 海洋成分的这些香料味啊 流到海洋里面 其实对那些鱼类 对于这些香味是非常敏感 它们其实小鱼闻到也会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它里面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它的包装全部都是用甘蔗树脂做成的 所以它整支都是可以被生物降解 所以对环境非常的友善 其实根据研究啊 大部分的物理性的防晒 都会使用一些矿物的粉末嘛 像是二氧化钛啊氧化芯 它就是在气肤上形成一个覆盖的效果 但是如果它被奈米化之后 等于说它的粉质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细 根据研究这些很细很细的粉末 因为它会非常的小 所以它其实会穿越到那个 无脊椎的动物的里面 就是对它的细胞做成伤害 所以现在有很多标榜海洋友善的 物理性防晒成分 它们也都标榜不奈米化 就是不把这个粉体奈米化 这样子比较不会伤害到它们 礼膚保水下卡防晒液 那这个下卡防晒液啊 就是使用前要先摇一摇 它里面也是避免使用到 就是我刚刚最早说的那两个 就是大家绝对不要用到的 化学性的防晒成分 那这一瓶其实是 它们家非常热卖的产品 然后呢它们也都根据欧盟的规定 做一些只要是对于环境 有伤害的成分它们都不添加 那使用时的时候你摇完之后啊 它挤出来其实是白色的乳液嘛 可是一擦马上就变成水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好 它的质地马上就变成像这种 液状的质地 然后你的皮肤就会有点凉凉的感觉 所以很好擦 不会像有一些防晒品 就是你怎么擦怎么擦 它就是很难吸收 那它就是非常容易就是变透明的 而且它可以防水防油跟抗旱 所以它的防晒效果很好 那也是蛮推的一个海洋友善成分的防晒 亚样全效清透防晒液 它们其实在去年就因应就是帛流 它也推出了就是禁用的一些成分 所以它在去年也是把它的一些防晒品有升级 有某些产品就是刻意不添加一些对于海洋不好的成分 它们家产品里面都会添加它们的亚样的温泉水 它可以一个舒缓的皮肤 那如果你的皮肤也很担心有老化的问题 它里面也是有加一些老化的一些保养成分 让你在晒太阳之后皮肤不会容易老化 今年夏天不管你要不要去海边 因为其实所有你用到的一些防晒的产品 最后都会经过下水道流到海洋伤害到珊瑚 所以这也是非常大推 今年夏天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友善环境的一个防晒品 其实这么多海洋友善的成分 在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就是自己的品牌 MIT的品牌 它们也推出很多海洋友善的防晒产品 那第一个我要介绍就是 金城之霜的这个海洋友善的能量防晒乳 它的创办人其实就是牛儿老师 牛儿老师他在今年一口气 把他旗下很多品牌的一些防晒乳 全部都不添加某些 就是我刚说的那两个不好的一个防晒剂 让它成为一个海洋友善的一个保养的一个防晒霜 那这个防晒霜其实是牛儿老师 他自己本人最喜欢的 我想说因为他的年龄层真的是比较高一点吧 那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因为他其实擦起来就是蛮水 就是不会也是不黏力不厚重 就是一擦就是涂起来像水一样 那里面呢也加了一些就是 除了一些防晒剂之外呢 牛儿老师里面又加了一些就是 抗老的成分 保湿的成分 以及就是抗污染的成分 如果你平常没有要到户外活动 其实平常擦它 对让它能够在你的皮肤上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 也可以帮你抵挡一些环境的空污 或者是帮你一起做好一个皮肤的一个抗老的效果 也是蛮好的一个防晒霜 绿藤生机第三选择防晒 那他这个产品其实大概在三年前就推出来了 而且他的品名非常的有趣 他叫做第三选择防晒 你知道为什么他叫做第三选择防晒吗 因为他其实觉得啦 晒太阳其实就是不好的 然后呢你还要再擦一些东西 人工的东西来抵抗阳光的伤害 其实就是增加自己皮肤的负担嘛 所以他们认为其实最好的防晒 就是不出门 就是最好的防晒就是你不要每天在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这是太阳最大的时候出门 第一选择就是避免在这个时间出门 第二个选择呢就是 你可以选择一些遮蔽物 比方说你就穿防晒衣 戴防晒帽 戴眼镜 就是一个就是穿戴式的防晒 其实这是最好的 第二个选择的防晒方法 其实对我们皮肤都不会有伤害 如果真的万不得已 你就是大中午一定要出门 或者是你就是没有办法穿长袖 戴帽子 你就只好擦防晒品 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第三选择防晒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防晒观念 它里面使用到的矿物型的粉末 那我刚刚有提到 如果你要使用物理性的防晒 那些粉末就千万不可以奈米化 所以他们的这个二氧化钛跟氧化铁 就是没有奈米化的粉末 所以它就是不会伤害到一些海洋的生物 他们还加了一个清肤性很好的燕麦仁根 萝卜紫油 那其实听说啦 这一瓶防晒品把防晒成分拿掉之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美容油的产品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安全 温和的一个海洋友善的防晒品 AMPM生态极效防晒液 那这瓶AMPM的这个防晒液啊 它其实是蛮水的 那如果很喜欢就是很清爽 在皮肤上很清爽的人 其实蛮适合使用它的 那另外它加了一些 就是生态的一个保养成分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 也比较保湿啊抗老 那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到底我涂防晒品啊 需不需要脸部选一个身体选一个 其实我是觉得不用 因为它其实是就在我们的皮肤上的最外层 做一个保护的动作 所以脸跟身体都可以使用同一款产品 那你就是要记住 所有的防晒产品 就是最好在一个夏天就使用完毕 因为其实防晒的保护力 它们都会有一个降解的问题 就是怕说你放太久 它的成分的保护性就会降解 所以呢 一个夏天至少一定要把一瓶用完 才是正确使用防晒品的习惯哦 以上就是我介绍今年夏天 如果你是一个爱海洋爱大自然的人 一定要选择使用的海洋友善防晒保养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